Dr. Sean Kemsby 今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一个neutralization reaction的温度改变 这一类型的题目是如何拆解的 Headline 其实是没有夸张到的 真的有超过一半的同学 是不懂得真正如何去拆解这一类型的题目 在真正开始我们今堂的sharing 之前 大家如果觉得我的短片是有帮助的话 记住subscribe 我的channel 如果是想不 miss out 我每一段的video的话 记住要按个铃铛 提醒我每一段新片的publication 另外还有就是我之前说过 我的instagram偶尔会有些giveaway 大家记住follow他 当然如果同学觉得我的教学是非常有帮助 是想详细地了解一下的话 当然可以去到我的video网站 去报回相关的课堂 我课堂全部都能够在你们考DSE之前 是无限重温 WhatsApp当然是可以继续问我问题 还有一些test是会继续大家的进度 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sharing 很多同学在neutralization的reaction里面 想到这个温度改变的时候 都会以为做多少的反应 做得越多的话 放出来的热就越多的温度改变就越大 这个只是一半正确 什么为止一半正确 我们拿些例子来看看 这次我举的例子 就是这个hydroglyxed 和ammonia之间的reaction 这个reaction 虽然我们在写equation的时候 你就见不到有任何的water formation 只不过是因为这个equation里面 ammonia没有OH 从而就会有一点滞爪 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到 ammonia是一个weak alkaline 它在水里面 是会做了一个incomplete ionization 从而釋出了这个hydroxyl ion 大家就知道 它背后真真正正正的反应 其实就是h正 再加OH乏 然后变成h2o 一个neutralization的反应 仍然是有水的formation 简单说一句 就是你透过了计算 水的mole数的formation 你就大概会知道 它釋放了多少热量出来 而我们在这个题目里面 有四式的反应 四式的反应里面 同学如果是叫做快一点点的话 都应该会一眼纳出 我们在第三式的反应里面 出到水的mole数 将会是最多的 就是50除1000乘2 换句话说是0.10mole 我们在右边这个位置 就用来去计算 mole of water的formation 既然计算只有一个 计算之后那几个 这里是25cm3 2m的hydrochloric acid 而ammonia也是一个相同的 concentration和volume 所以我们的mole of water 就是0.025 乘2 即是换句话说 是0.05mol 的水的formation 再到下面这个 第二式的反应 第二式的反应 它用的concentration 是少于第一式的一半 也就是换句话说 mole of water 的formation 就会少了一半 就是0.025mol OK 接着第四式的 第四式的 如果心算快的话 就将会是0.03mol 那大家如果只看了 mole of water的formation 的时候呢 就会误以为 第三式的反应 将会放出最大量的热 然后又会有最高的温度改变 但大家要记住一件事 的而且确 mole of water的formation 如果放出来是越多的话 放出来的能量的而且确 是越多的 但你要记住这些能量 要用来去做事的 OK 你要做一些事 做些什么呢 就是令到reaction mixture 主要是water 它的温度要改变 我们除了要知道 它放出来的能量 有多少之外 还要知道它做的事情 要有多少 OK 而在我们reaction mixture 里面 第一式 它需要heat up solution 那个volume的量 将会就是20加20 25加25 就是50个cm cube 而第二组 也是50个cm cube 好了 我们先对一对 1和2 1和2 你会看到 我们在第一组实验里面 放出来的mole 数of water 是0.05 比起第二组实验 是多出了一倍的 而它们要heat up solution 的量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只对着Z1和Z2 我们会知道 Z1肯定会有一个 较高的温度改变 但是我们要留意 第三set的情况 第三set它放的mole 数会多些 OK 多些的时候 但你也要留意 它total能够heat up的东西 是要有多少 你会发现 其实它totalheat up solution 的volume是100个cm cube 我们现在对比 1和3 1它们是0.05m 接着3 是多了一倍 0.1m 但是你要留意 就是它做的东西的量 本身set1的时候 它要heat up solution 的volume 只是50个cm cube 但是在第三个实验里面 我们是要做 一倍 100个cm cube 换句话说 你多出来的能量 多出来的一倍的能量 其实都要做回 多一倍的东西 简单来说 它的温度改变 就将会是相同的 set1 set3 好了 到第四set了 很多同学都会低估了 看见它form的mole so of water 那么少 不过你要记住 它form出来的mole so of water 是少 但是它做的东西 是更少 你留意一下 它这里 那个volume of solution total 是20个cm cube 如果你不信 这个是最终答案的话 我们是可以 放一些数字 去处理的 例如 se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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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况 4个reaction delta h 即standard amphibic change of neutralization 其实都一定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符号 当成anone 这样的数字 去看 不过这个anone 在四组里面是constant 然后 mc delta t 除了mole m 将会是100 然后 c 我当成4.2 这样计算 接下来 delta t 是窄 至于mode of water 将会是0.1 的情况 是吧 很简单 将 100 4.2 和0.1 全部掉过去 0.1 除 100 除 4.2 这将会是 2.38 乘10 的负4 delta h 0 就等于delta t 对不对 在第四组的情况 第四组的情况 delta h0 是一样的 接下来 将会是20 再乘4.2 其实4.2 我们都可以把它当成一个constant 当成一个c字 去做一个处理都可以的 但我们给个实数 让它看得舒服一点 delta t 放在这里 接下来 mode of water 就是0.03 我们将这个0.03 20和4.2 将会是3.57 乘10 的负4 delta h0 就是delta t 你比较一下这两组数字 你就会发觉 其实delta h sorry 这个第四组实验里面 delta t的数值上面 是大于第三组 所以答案就会是第四个情况 希望这段影片可以帮大家处理这个复杂的问题 我们下一次的sharing 再见 拜拜